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东应佔入利有19%的增长 当然这些股份 中资战讯股最重要是看什么呢 依然是看派息 派息也不错 派了0.165人民币 升了37.5% 其实升得不错 如果看下半年 派息与去年持平的话 你计算出来的股息率 其实现阶段来说 都在挨7.8厘 我相信在下半年 派息依然会增加 意味着什么呢 派息相对上都挺吸引 挺惶美的了 整体中资战讯股 另外一点 值得留意是什么呢 互联网产业的收益 其实有一个增长在 在整体中 为什么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呢 除了本身的电讯营允业务 我觉得其实未来的增长momentum 可能会加快一点点 因为产业互联网 整体的中资战讯股来说 其实都会有所增加 而这个方面 带动到收益的增长 其实是有70% 如果你看中元通 云业务方面 增长是很强的 比如说 联通云 同比增长去到143% 我相信未来的中资战讯股 除了基建云方面的增长依然是很强之外 其实在软件即应用方面 应该都会慢慢 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增长在 未来我相信其实应该都会做的 还有应该有机会就会 吸引到大型科网公司的客户 因为未来的要掌控数据 以及要在数据安全性方面 都很大机会由他们去做 你还要看内地的公司 其实最大的美公司 国企和政府 其实在近年来说 都看到他们慢慢将输入 云业务 输入国企背景的公司 这些大型中资电讯股 是其中一个会接手的一些 各有企业 我相信这个会是他们 除了一些本身稳定的业务 电讯业务以外 可以给予他们一个增长 当然你不可以期望他们一个很高的增长 但是这一方面的增长 可以给予他们的业务稳定性 并且较之前有一个比较强小的增长 意味着 其实有些派息 有机会有一个不错的 慢慢向上提息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些 可攻可守的股份来说 那些中资电讯股 其实这些三大中资电讯股来说 其实都是可以值得去厚下 你看它的股价 公共营业务出来弹得上去 也不是说弹得很多 你看看今天那个 941 中国移动 其实都会公布那个业务 你也可以看 我相信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偏差 还有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那个派息是不是继续有一个增长 还有大家对于那个业务之余 他们怎样看股息增长 还有那个回购的情况 还有怎样提高股票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想去找一些股份的话 我觉得圆通是可以考的一只 然后再来点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